哈喽大家好,这里是Moffi 然后很抱歉,很久才更新这一次视频 莫菲在两个星期前参加了G28级兽剧 让我们看看现场拍一些视频吧 我是莫菲 我要到你们逛级兽剧 然后我们要再拍MV 没有第二段了 没有第二段了吗 大家听不听到往里的吗 来 采访一下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没了 没了 就没了 就没了 哎呀 没办法你们跳太烂了 好 不离这只蠢狗 我们走 我们走 还点弄胸 我们走 这根是拉伏菲 小球 这一球球 跳舞好厉害 哪里 这是夜市 超可爱 我要拍的地方在哪边 在主舞台 胖胖众应该到我 我不知道 我好久没练习 我可能待会要MG很多遍 我们在那边跳完 跳完 然后直接就跳下来 然后去那边那个教堂 然后就 所有人在一起跳 然后整个MV拍完 超棒 我手脸酸了 然后就这样吧 还是这样 哦 好重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7月27号我们在录一个 舞蹈节目的录制的视频 然后那个节目应该很快就要在 B站发布了 在7月27号之前为什么没有更新视频 原因就是我在做MV2.0的新头 然后最后终于在27号的早上 把这个头做完了 但还要继续改进就是 所以你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中看到 我这个头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28号当天跟洛佩奇去跳舞 跳舞 真的是跳舞吗 反正很多人也有看到 那天早上我先出了那个摸摸 下午的时候基本是在处于一个路的状态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我 我下次会尽量再增加在堂内旋游的时间 这次急受军了 然后莫菲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见了很多老朋友 然后拿了很多礼物 有给我尺子的 送吃的 手块面线片 还有手串 然后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莫菲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的厚爱 然后这一次莫菲要感谢很多人 首先感谢我的两个陪同 安纯跟胡明 他们就是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在我身边 非常感谢他们非常辛苦 然后感谢摄制组的所有人 拍了好多照片和视频 牺牲了自己很多时间 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回忆 还有感谢各位一起表演喜剧节目的 乐佩 感谢我的熊猫兄弟 风风 也就是皓月 也就是Picco 和他也很辛苦 作为你煮饭 全场穿来穿去的 然后还要上台表演 还有很多很多 抱过我们的队伍 对我们的奇怪怪怪的 来 谢谢 差不多就这样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个 大家好 又见面了 已经过去了六个月 其实那个视频 是七二八的 为什么要剪呢 因为下半年莫菲有一点点的忙 先是到 呃 Oh my god 先是到了那个四国梁山 然后举办了一个猫猫聚会 然后到了九月 去 红四国梁山避暑剧出来 然后去日本 参加了 冲绳的众子剧 然后也冲绳的马猫聚会 然后莫莫就跟他们 很开心 接下来就是到东寿剧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 莫菲跟洛沛的无聊礼物 还有莫菲的 翻车跳舞视频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然后马上就要挂跨年了 这边搞一个小小活动吧 呃 在过去的19年里 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你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 以及2020年 也就是明年 你对未来有什么更好的期盼 或者对莫菲有什么期待 然后欢迎在这个评论区下面写下来 莫菲会选出点赞是最高的一条 然后送上一个一年份的B站大会员 然后 所有的评论里面 莫菲还会选出一条 最最有意思 绝对不会黑箱的评论 然后送上一条 我在东寿剧限量发售的 莫菲跟鸾吉的脑筋 以及一个 首会千会一份 或者是摸鱼头像 随便你选 也算是半年来 对大家 咕咕咕的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当然 如果没抽到的朋友也不用太着急 莫菲要有一个 还在咕咕的五千粉丝的小抽奖 可能很快就要搞出来了 现在的年底 莫菲应该也会跳更多路 拍更多的视频 尽量少的去咕咕咕 这也是明年莫菲对自己的一个 七八吧 那么我们明年再见咯 拜拜 下期见 me i know by bwd6